崔永元,报仇,为何放过格优?原因曝光 新唐人《北京时间》2018年6月15日讯,央视前主持人崔永元因认为电影《手机2》开拍映射自己,而大肆爆料演艺圈《逃睡黑幕》。 外界发现,尽管《手机2》的导演冯小刚和主演范冰冰等艺人均遭攻击,但崔对男主角格优却网开一面,引发关注。 对此,有媒体曝光了背后原因。 央视前主持崔永元曝光艺人范冰冰以阴阳合同、逃水事件,引来中共国家税务总局则呈相关部门介入调查。 中共各媒体也纷纷高调讨伐范冰冰。 崔永元则称手中还有一抽屉的这类合同,牵扯到的全是大腕。 一插一个准。 他还说,可以提供一些掌握的材料或者线索给调查的税务部门,包括这些合同。 这是天大的案子,地方税务局解决不了。 而崔永元之所以爆料,外界发现手机2开拍是引爆整个事件的导火索。 而崔,攻击,的对象均是手机2电影的主创人员。 不过,在整个事件中,曾扮演手机男主角,严手一,的男星格优,却能置身事外引发舆论关注。 对于为何崔永元没有怒对格优,有大陆自媒体称,崔永元曾说过,虽说艺术创作有自由,但他还是不希望他们演影涉他的角色。 演了他,人人也能接受。格优还是一个挺好的人。 文章透露,格优演的,严手一,一言一行都是揣磨着崔永元来的。 那时冯小刚不解释,刘振云也不解释,只有格优当着记者面说,我演的绝对不是崔永元。 严手一是花花肠子,谎话大王。 要说演的是崔永元,岂不是麻烦大了? 整个事件最初源于5月10日,导演冯小刚在微博晒出一组他与格优,范冰冰,徐帆,范伟等一众手机2主演的合照,宣布手机2即将开拍。 冯小刚的微博立马引来崔永元一连串怒对。 据报,手机2开拍再度翻出崔永元与导演冯小刚,编剧刘振云的矛盾就文。 2003年手机曾拍成电视剧和电影,而在冯小刚指导的电影版手机中,由格优饰演谈话节目有一说一的主持人,颜首一。 主角因手机发生婚外恋,有一天,他把手机忘在家里,妻子便知道了他出轨的秘密。 片中还有该角色后来患上了抑郁症的剧情,由于崔永元当时正主持央视《实话实说》节目,而且他的确多年患有抑郁症,很多影迷认为,颜首一,就是以崔永元为原型塑造的角色。 尽管冯小刚和刘振云都曾否认,但崔永元表示,如今我出去,还有人说我是有一说一的主持人,颜首一。 当时崔永元曾发表了万字文章抨击手机电影,直接和冯小刚,刘振云结了梁子。 因此,在首集二集将开拍之际,崔一怒之下进行爆料和反击。 崔永元怒对冯小刚和刘振云过程中,片中的主演范冰冰,冯小刚的妻子徐帆以及刘振云女儿刘雨林等,均遭崔永元连串谩。 5月28日至29日,崔永元在微博爆料,半冰冰采用,大小合同,只在片场演出4天,就拿走了6000万元人民币的片酬。 6月5日,崔永元又爆料冯小刚在美国洛杉矶购入价值900万美元左右的别墅和公寓后。 8日,崔永元又爆光冯小刚在加拿大也有价值930万加元的豪宅,还不止一处。 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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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点栏目